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和找工作有关系。 正在看视频的你,也许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又或者你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是特别满意, 你想换一份工作,所以你尝试着在很多招聘网站上投简历, 什么叫招聘网站?YouTube就是一个网站,但是它是一个视频网站, 招聘网站指的是这个网站会提供很多的招聘机会, 就叫做招聘网站。 什么叫投简历? 投简历就是指你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正在招聘的公司, 就叫做投简历。 又或者你试着去找朋友,找亲戚,看谁能给你推荐一些工作。 亲戚一般指的是家庭的一部分, 又或者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叫做亲戚。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参加过很多场面试, 也申请过各种各样的职业, 可这些职业要么是你不太喜欢, 你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 又或者是对方觉得你能力不够, 所以没有接受你的申请。 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觉得很迷茫。 迷茫是什么意思呢? 迷茫就是指没有方向感, 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个方向走, 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就是感觉很迷茫。 起初我会觉得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感觉迷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直到我收听了Kan Coleman的YouTube栏目。 Kan Coleman是一个美国的职业指导教练, 他会在YouTube频道上分享关于职业发展的建议, 如果你对他的栏目感兴趣, 只需要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就可以找到了。 Kan Coleman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他说每个在寻找工作的人就像是一个猎人。 什么叫比喻呢? 就是打了一个比方, 我把正在找工作的人比喻成猎人。 比喻, 一个有经验的聪明的猎人, 当他走进森林的时候, 他一定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目标, 也就是他的猎物到底是什么, 他必须先搞清楚自己的目标, 因为只有他明确了目标, 也就是确定了目标, 他才能够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猎物, 又或者如果想抓捕这个猎物, 需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可如果一个猎人当他走进森林的时候, 没有明确的目标, 这就意味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准备,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只能靠碰运气, 什么叫碰运气? 就是指遇到什么就是什么, 遇到好的那今天运气好, 如果今天没抓着动物呢, 那今天的运气就不好, 只能靠碰运气。 说完了猎人, 我们再回到找工作的这个话题, 请大家回忆一下我刚才给的例子, 这个人是怎么找工作的呢? 首先是去网站上看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工作, 然后又问亲戚朋友有什么好的工作可以推荐, 可是别人并不知道我们在找什么, 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明确, 这也就意味着网站上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机会, 亲戚们朋友们推荐的任何一个工作都成了你的选择对象。 而最难选择的事情就是, 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时候是最难做选择的。 所以要想找工作的第一步, 不是立刻到网站上去找, 也不是立刻去找朋友亲戚问, 哎,有什么工作机会,告诉我, 而是要先做一个自我的评估, 先想明白我会做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 然后再想, 如果我想做这样一种工作, 应该去哪里可以找到呢? 但很有可能, 你知道在哪里找到, 在某个公司的网站, 或者通过某个朋友,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机会, 可是你的个人能力达不到, 该怎么办呢? 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即便能力还达不到,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 如果想获得这个工作, 就必须想办法提升自己的能力, 那么下一步的决定就变得更清晰了, 我要去寻找那些, 可以让我提升能力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上的老手, 那么你肯定会觉得, 今天的视频太简单了吧,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什么叫老手? 老手指的是你非常有经验, 你是职场上的老手, 但如果在职场上没有经验呢? 不知道该怎么做呢? 经常觉得很迷茫呢? 其实有一个网络流行语, 叫做职场上的小白, 小白这个词没有任何的贬义, 通常是用来自嘲, 是一个网络用语, 如果我说我自己是一个网络小白, 表示我对网络一窍不通, 什么都不懂, 我就可以说我是网络小白, 我在职场方面非常缺乏经验, 那我就可以说, 我自己是职场小白, 我在购物方面完全没经验, 我就是购物小白, 如果你在生活或者工作的哪些方面缺乏经验, 你就可以说你是什么什么小白, 虽然母语是我的中文, 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为, 小白的意思是小白兔, 就是白色的白, 小白兔, 为什么我会以为是小白兔呢? 因为我以为容易受伤害的, 所以是小白兔, 但其实这里的小白省略了一个字, 是小白痴, 白痴, 它其实是一个侮辱性的词, 表示什么都不知道, 一窍不通, 什么都不懂的人, 白痴, 但是呢, 现在的小白, 当大家使用我是什么什么小白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个中性词了, 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